我是很幸福的人 因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能够激发我的热情 心热,世界不冷 我是很富有的人 因为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故事 有故事,生命不会凋零 今天三只的洗衣店人好满 原来下雨太久了 移工无处晾衣服 雨烧亭通通跑出来烘干 人生有湿有干 我相信雨过了,太阳会出来 今天三只的车很多 我跟着塞了好一会儿 只好转弯 原来有些事情不寻常 是有人盗墓吗? 还是有主管来巡视墓园 我看了 心中网而一笑 其实早就知道专业和责任是两件事 往往最专业的是部署 但最后扛责任的是主管 所以不要抱怨 市长侯友宜三个字 也要大大的背书着 怎么管理公墓 这样就清楚了吧 授权于专业 听命于主管 专业 要让主管有面子 主管 就帮专业抬轿 大楼梯 再说